好了,繼續回來這部樓市焦點 這個禮拜,其實房委會方面做了一個抽籤 關於六字居 新一期六字居的話,是今個禮拜已經完成了繳豬 接下來今期接獲最多7萬多份的申請 超額應購申請19倍 請來這位嘉賓和我們聊聊 房委會員也是公共聯會的總幹事 焦國慧,Hello Anthony,你好 Hello Grace,Hello 怎樣看今次的反應呢? 今次的反應相當之好 剛才都說到收到72000份的申請票 今次應該是第四次六字居的推售 過去那幾期由先導計劃的萬六個申請到 去到去年那一期是48000份 今次是72000份 相當相當之易烈的申請情況 你們留意一下居民方面的反應是怎樣 其實留意一下 剛才說72000份當中 其實也有些事情值得留意 過去就有一個情況 就是申請居屋的六條可以保留 申請賣六字居 當中就有3萬份申請 反而今次有42000份是新申請 其實都是面向著啟鑽苑和租寺的機會相當之大 從過去的庫囊主要都是一些保留申請位多 所以今次這個啟鑽苑和租寺放尾應該都相當受歡迎 也有很多街坊在之前申請的時間 主要都問我們租寺的情況是怎樣 估計今次啟鑽苑都會成為一個焦點 你仔細看整個計劃方面 今次的銷程會是怎樣 其實今期有3500個單位總數加起來 當中剛才說到有2100間多些是啟鑽苑的 大概800間就租自放尾 530間就是上一期的清庫苑和劫翠苑 就賣不完那些或是回收回來的單位 我估計最好賣當然是在鑽苑和租寺單位都會不錯 因為各自都有自己吸引的地方 例如地點上好 甚至乎租寺的價錢上面 應該是很吸引的 反過來說可能剩下的 上一期的530間就不是太樂觀了 可能還是有機會會不會賣不完呢 情況都可能要看一看 你了解一下是不是面積比較小 其實那個受歡迎程度都真的有些信息 其實都會是的 除了價錢 我想錄表的 特別是公共租屋 價錢之外 那個居住的空間都是相當關注的 我想過去六百多也好 都是想先買一些大一點的單位 今期在鑽苑裡面 大概一房至兩房 即三百多四百尺 都大概一千間 一本一半左右 租字雖然未知 但可能有部份都是大單位 但反觀剛才所說的 清庫院那些 都只剩下一些 一百八十呎左右的單位 都是很小的單位 那個吸引力就相當之低 畢竟我想公共租戶 可能他們和白表不同 他們沒有可以分拆出來 去申請一些資材房屋 要整個biting去申請的話 真的可能想買一些大一點 即住得好的情況 今次首次都是 納入租字雖然方面 一些貨美款 在今次買 其實你看到租字雖然 一直很多公居民都說 希望政府是重推的了 你們自己方面的立場是怎樣的 當然我們都希望可以有 所謂租字的重推的情況 畢竟現在我想 輪候的時間都比較長 加上可能是 過去一些管理上的情況 都未很完善去解決 所以現在都還有 大概四萬間的 未賣出的租字屋邨 已經出了單位 我們都很支持 今次似乎是 反應都很好的 那個八百間雖然未知 很多街坊都很著弱 都很著弱 甚至街坊都很少 因為未申請過都未定 譬如問我們 可不可以一次過買 給錢買 那個單位 可能相對價錢真的比較便宜 比如幾十萬 街坊可能也有部分的積蓄 可以買到 相對來說 我想都會受歡迎 我想先可以處理 這一批單位當中 譬如有什麼地方 再可以優化的話 那日後再推的話 就相對可能比較順利一些 嗯 我們常常說 即是六字居 大家會說 例如建了一些新的 其實就會擔心拖慢了 公屋的輪候策 上樓的目標 其實現在都已經超過 五年以上 五點八年以上 其實你自己看回 六字居的存在價值是怎樣 我想是 六字居當然是 有好有不好的 當然是可以給到一些公屋居民 或者六表家庭 一個自由的機會 反過來都真的拿了一部分的新單位 去由出租變出租 所以我覺得 都可以想多一步 就是說 可以透過多一些租至屋邨 如果真的回收多一些這些單位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補充到現在六字居 拿這麼多新單位去轉租為售的程度呢 畢竟都可能減低了現在的新單位出售的情況之外 價錢都是可能很相異一些 令到一些真的 又可以清減了部分一些租至屋邨裡面剩下的單位 我想這個都值得奉為一個政府 可以進一步去想一想 跟到今期 要買得很好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再有些措施呢 可以再回收多一些這些名額單位呢 你自己看回流轉情況是怎樣的呢 其實現在都是叫所謂一換一 但是當然是有當中都有一些時間要消耗的 例如說 出售之後可能是註戶要遷出 也都是要回收單位等等 都有一些時間的 加上可能真的有一些屋邨 如果去檢選的時候 那個吸引力不是那麼好 好像小禮期那樣 都相當之頭痛的 我想都要全面去看一看 例如六字居其實過去這幾期 剛四期裡面 都聽到很多不同的意見 例如單位小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 下一次是六字居在哪裡 這次買完下一次是怎樣 又不知道 還有可能居屋裡面也有六百表 給的人 還有六字居是怎樣去關聯到呢 這些都值得 防委會去全面去檢視一下 六字居的定位上面 應該是怎樣發展下去 公共聯會其實都接觸不少的公共居民 其實他們對於六字居或者租資計劃方面的看法是怎樣的 其實都很想有些價錢便宜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切身關係 因為六字居他們又可以申請 另外在租資計劃方面 如果住在舊友的租資計劃盤裡面 其實他們又是關他們的事 基本上他們的意見是怎樣的 當然他們都很想重退租資計劃 這個是很強烈的意見 我們都聽得到 對於六字居來說 我們都很歡迎 特別是一些相當具吸引力的盤 例如今次說啟轉園 大家都相當熱烈和踴躍 所以今次的申請中 其實完全可以反映到 六表家庭對於可能接 都有一定相當的訴求 不過可能當中的計劃裡面 是怎樣可以回應到他的需要 例如剛才說到地點、價錢 甚至乎可能單位的一些大小也好 這些都相當要去想一想 怎樣可以回應到他們的需要 否則就算是價錢不太貴也好 但太小來說 對於六表來說 都是比較困難 看上一期就知道了 對呀 上一期都有差不多七成的單位 但是小過三百多呎以下 對於一些核心家庭 就算去買也好 其實都難以去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 如果要三個人住一個二百呎單位的話 確實是比較困難 比較擠逼的 比較擠逼的 你自己在制定六市居方面 單位面積應該定下 最低可能有一個標準 其實我想除了是 因為現在六市居主要跟公屋一模一樣 它拿了公屋去買 如果在發展上離不開公屋 現在各四個類別的規格 所以如果日後真的要去做好少少一些六市居的話 它必須要撇除了公屋的規限 好像居居這樣 居居都不會小到一百多呎的單位 但是你會定下一個標準可以再談 還有比例上每一期的六市居 都不能太多是屬於一個很偏小的單位 就算我們在居居也好 它也不是全部都是偏小的 它有些去大到 可能今次的採和園 去到五百多呎都有的單位 有大有小也好 例如居居住一百多呎 可能居住一百多呎 可能居住一百多呎 你叫我買一百多呎 那就是居住環境更小了 是的 的確不容易 鼓勵它 我現在居住一百多呎 你叫我買一百多呎 還要是供的 還要比租金更貴很多 這個的確不容易 令到它們可以流存得到 另外想問一下 現在基層住屋方面 我們在說有劏房 有過渡性房屋 因為上樓其實都真的要等很久 其實過渡性房屋方面 特別是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也有些賓館 即是加入了計劃 你自己看看反應是怎樣的 我看到最近都有一些報道說 譬如人們都找到大概 預計五百多呎 五百三十多呎的賓館 可以用在各路性房屋 距離目標八百呎 就接到很近 但也聽到很多一些 譬如報道在業界都聲音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 的確不容易 譬如賓館裡面 本身有些限制 譬如說在煮食方面 甚至洗衣服務 都會比較困難一些 也未必適合家庭居住 空間的確不太大 所以可能真的在說租住時間 也是短的 有些輪候者進去住 相信可能疫情 當然是在出租方面困難一些 但疫情後的時間 經濟康復的話 這些賓館可能會做回 他本身的經營業務的話 可能租住的時間 未必可以再躺得長一些 都會令到一些公安 特別是劏房租 入住了之後 如果又未上到樓 怎麼辦呢 這些都是 有些困難會令到 出租的情況會影響得到 當然機場主要的問題 不是三時一刻可以解決到的 很多時候都要靠 你們給多些意見政府 接下來施政報告 都是特首講立不同的意見 其實工聯會有什麼意見 當然我們都見到 最近很多的討論 在土地方面 我們都很支持 再多不同的在土地方面的建議 或者選項上面 可以積聚更多的土地 可以供應到房屋 我們另外一個關注點 都是留意到 比如在公屋的流轉方面 除了說密地 都會需要時間 現在是否如何 可以再進一步 善用現在的公屋的資源 或者可以令房屋 更加有一個流轉性 都是我們這次 向政府建議 可以去想多幾個方向 除了密地建構之外 其他地方都要去留意一下情況 嗯 希望有機會 稍後再邀請Anthony 跟我們分析一下 今天先謝謝你 謝謝